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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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陈洋 欢迎大家收看香港故事 在香港 有这么一位传奇的女子 二十岁的时候 她就是香港活跃的名媒名声 她是陈伯强、张国荣的知己 亦都是她们 没勇气最后存回家的那个女孩 三十岁的时候 她代表澳门赌王何家 嫁给了香港船王许家 欢天喜地两家人 连续三日大开盛宴 人称世纪婚宴 四十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 船王世子 许晋亨的前妻 她的退出 令到贫寒出生的女子 李嘉欣 终于有了当名门的机会 五十岁的时候 她成为了她家族财产战的一个风暴核心 就是赌王三番两次要起诉的那个人 那这位女子是谁呢 相信很多人都能估到 好了 她就是澳门赌王何鸿新的二房长女 何超勤 不造香江名门 砌身全务发展 挑起家族大粮 涉足博彩赌业 陷入财产纷争的女师手段 令赌王让步 赌业帝国的未来神话 游谁抱写 从名门到双杰 正在继续 说起澳门赌王何鸿新 一般人就会联想到澳门那边 庞大的赌业王国 不过相比之下 她的风流韵士更加为人遵遵乐道 娶下了四房的太太 生育了十七名子女 可谓人丁兴旺 开枝散业 而何鸿新这么多子女 最出彩的 就是她以防的何超禽 在世人眼中 她可以说 是选得上 当今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之一 几乎她是包揽了 上帝所能够 给予一个人的 全部好处 无论是掌相 家庭 事业 无论是金钱 名誉 地位 全部应有尽有 她出生于1962年 何鸿新 刚刚投得澳门赌场的专刑拳 尽而 独霸了澳门博彩 可业长达40年之久 投生于忠名鼎食之家的她 至今走过人生之旅 可谓燦烂之极 时代标榜 她就有什么 时下 时相 她就具备什么 香港媒体 甚至称她是 最令人妒忌的女人 因为上帝 把所有好处 全都给她 但是 拥有全部好处的她 至今 揭然一身 在她的字典里面 这个 繁昏的一切下面 注释得一只字 就是被豪门选中 即是此生 幸与不幸的开始 何超瓶也有过一段 简单的富二代的生活 追星 换票 扮靚 超瓶 超讽 超姨 姐妹三个 集在普通粉丝大队里面 驚叫去看陈伯强的惊雄一撇 后来三个人成为了陈伯强 梅艳芳 张国荣一干明星的好知己 而何超瓶演绎出来的故事 更加丰富一些 陈伯强的音乐专辑里面有一档 就是关于何超瓶的 称之为《红颜知己》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些地方很有纪念价值 因为不但只是你最喜欢的餐厅 以我所知 还是我们商会第一次在兰桂坊 昨天第一次偶尔 大家知道 在香港 女明星和明媛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做明媛 起码要有三个条件 首先要和荒门有家族关系 其次要能够经常抛头露面 像明星一样有曝光率 再次要有足够的美貌时尚 过滤来过滤去 所以何超瓶成为了明媛当中的典范 明媛这种优越而简单的生活 可以说 大多数的女生都是非常响往的 不过让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 何超瓶 他竟然作出了一个相反的选择 1991年1月9日 赌王何鸿新之女何超瓶 和中建企业集团主席 许世芬之子 已故船王许爱舟的孙 许晋亨 举办了隆重而豪华的婚礼 一年三日大开延迟 世纪的婚宴 这一段的港澳两大家族联恩 一度就被视为佳话了 出乎意料的是 在淡出了娱乐圈之后 又经历了一场这样的世纪婚礼 何超瓶 他并没有继续明媛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 相比在父辈夫家的庇护之下 更加无忧无虑 他要走那条路真的困难得多 又怎样呢 要介入到家族企业里面去 在鸿门的家族里面生存 其实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家族企业当中 当然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 同时你还要面对外部那种 虎视眈眈的竞争势力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港澳过去的百年当中 肩负起这种重任而被家族的负担 所压夸的人 可谓不在少数 在何超瓶之前 其实何鸿生还有一个长子 叫做何尤光 跟他起了一个 跟他百虎河东相同的英文名叫做Robert 何鸿生生前最敬佩的就是何东 所以他这样做 显然对他这个大仔寄了非常大的厚望 不过也是这种厚望在折磨着何尤光 巨大的压力令到他神思仿佛 更加遗憾的是何 33岁那一年何尤光因为车祸而发生了不幸 这些压力的根源所在 其实就是父辈的认可 如果得不到这些长老的认可 他们可能真的寸步难行 进入了信德之后的何超瓶感慨 他说我开始想 我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回事 我有能力去做多少 人家就只是以为我是何鸿生的掌上名珠 社交名门 够些钱做些边缘的事业仪 而进入了信德 至少我要公司和外界人士认同和改观 相信我是有工作能力有诚意 连父母也要这样认同才行 父亲的认可 涉及到一个既敏感又无法逃避的问题 就是接班 虽然很多豪门子弟都很反感这个话题 李嘉诚的长子李泽巨曾经多次说过 他最忌諱的一个词就是接班 他最不喜欢听到一个词就是接班人 何超瓶也因为媒体断章取义 说他是接班人而提起控告 不过豪门的博弈也不会因为忌諱 你便可以逃避 因为面对数不清毁数的财产 始终都是要一个交代 是吧 何家四房十七个子女 何鸿生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在澳门的赌权进入了三分天下的新格局的前夕 何家的根基 独霸澳门赌业四十多年的奥鱼公司 对管理层进了一个整顿 就将十姑娘何远琦踢出董事局之后 何鸿生力捧何超瓶进入董事局 而早前更加将另一个公司 就是这个信德集团 是委托了给何超瓶 而这个奥博他分拆赌牌的时候 副牌就落在何超瓶的手里面 这样来看 显然赌王他也在部署接班人 赌王的四位太太一共帮他生了十二个女儿 五个儿子 为何在这么多出众的子女当中 赌王便偏偏要选中何超瓶呢 不愿任备生活 赤身创业 天机攻关 信德全务 米高煤金殿 一路告过 若登香港女首府 却陷入家族纷争 从命运到商店稍后继续 这边是香港卫视 1983年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 何超瓶回到香港 经由他父亲介绍 就进入了法国东方匯理银行 做了一个实习生 薪水一个月大概六千到七千元港元 不过因为他父亲何鸳生 所以大家都很怕给他做 他又想争取更加挑战性的工作 何超瓶没多久就选择了离职 离职之后 何超瓶就帮父亲的这个集团 去做那些慈善工作 因为工作量很大 他就找一个班底 帮忙做一些策划活动 后来国安聚就这样创业 成立了叫做天机攻关公司 这间公司到现在 还经营得挺好的 在这个Marketing这个集志 举办的2010年度 最佳代理公司大奖当中 他拿了两金一银三大殊荣感的成就 这个只不过 其实就是他进入商场当中 一个前奏 真正令到他大放异彩的 仍在全务公司 天机攻关的成功 令到何超瓶心得老爸的认可 六年之后 1995年 在何鸳生的安排之下 他就开始介入家族生意 进入了信德集团 担任董事 但信德对他是另一次的考验 进入信德之后 何超瓶很快就发现自己 其实没有真正的职权 他想要闯出一番事业 还是要靠自己 何超瓶很快就发现公司的弊端 各部门各贸其正 商户之间没有交流 没有共同积聚的资源 也缺乏一个对未来的发展规划 于是何超瓶就成立了企业的业务发展推广部门 从他的老本行 即公关上 他寻求一个突破口 另外 何超瓶他看准了 运输是博弈事业的一个基石 他不单是落重本 添购新的机队 连服务人员 全部重新训练 没了几年 何鸳生旗下 原本遥遥欲聚的航运公司 竟然成为了珠江三国洲 连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四地 最成功的一家民宿公司 这个令到赌王对女儿的经营 功力真是刮目相看 何超瓶也因为这样 进入了家族的企业接班 就被外界视为 赌王十七个子女当中 最具有经营才干的接班人之一 当时澳门正值回归前的后过到期 博彩业真的不是这么景气 不过何超瓶成功地在信德 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在公司的龙头业务 即船务上打了个漂亮奖 终于赢得了父亲 1999年 真真正正将信德集团的事务 全部都移交过给他了 2002年澳门的赌权正式开放 由一家专营变成三足鼎立 澳于失去了垄断权 新赌牌由永利度假村银河娱乐场 和告如其下新组成的澳门博彩三间公司去持有 银河娱乐场是因为控股两大集团发展的争端 最后在特区政府的调解之后 分拆成为一主一户两张赌牌 如此一来 另外两家公司亦仿效 进行了赌牌分拆 有志于澳门博彩业的米高门集团 自己找上门 何鸿燊这边 他当然需要盟友 很爽快 答应了 蛤 想不到 美国那边不肯 奈华达州的博彩监管委员会 就怀疑何鸿燊和黑社会有染 而且赌场里面还要涉及放高利贷收债的行为 就不准米高门集团和何鸿燊合作 于是何鸿燊就搬了自己的女儿出来 他说你们怀疑我 和我的女儿没关系吧 这下监管部门没话说 谁知道一波刚刚平息 另一波又起了 这次跳出来的 就是美国新宅西州的博彩执法部门 他发了一份报告 建议宣布何鸿燊是一个不合适的合作伙伴 同时就建议米高梅 是脱离和他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财务关系 不过报告都承认没有证据表明 何鸿燊有过任何的不当行为 或者曾经因为非法的行为而受到过指控 一句话 何鸿燊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如果米高梅还想合作 可以 那你从本州的大西洋城get out 最终 米高梅放弃了大西洋城 转而和何鸿燊在澳门合作成立了 米高梅金电超豪股份公司 就用2亿美元的友情价 获得了一张赌业的富牌 2007年何鸿燊出任澳门米高梅董市总经理 正式进入博彩业 虽然一度引来美国方面的调查 不过这样 何鸿燊一直低调不予回应 也展示了他成熟的商业风范 2011年6月 米高梅中国在香港上市 创下580亿港元总市值 何鸿燊7年 他的投资报酬率居然高达18倍 以将近300亿的身价 他就约登了香港的女首富的宝座 当年最令到赌王得意的是 十七个子女当中他真的选中了何鸿燊 不过能够令到赌王最投赤的 亦都是他亲自选定的女儿 到底是什么呢 财产继承引发糾纷 父女过招谁升谁富 赌业帝国何去何从 从明媛到商业稍后继续 《新闻》 《新闻》 2011年1月26日 九十岁高龄的赌王何鸿燊 委托律师将一个诉讼状递交给法院 涉及到他的女儿何超瓶 二房太太 南瓶英 三房太太陈满真等等 十一人 入丙状控告何超瓶 何超讽等等 违反了董事信托责任 要求他们声明相关的股权分配不合法 同时赌王还申请禁制令 要求禁止行使有关股权 到底是什么回事 几十岁人赌王 向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子女宣战 过中情犹说得很简单 洪门家族里面 有一个难以避免的通病 就是财产分割 而这个风暴的核心 就是何超瓶和四太太梁安琪 2010年12月 何超瓶为了防止四太太梁安琪 独得这个奥博的大拳 就联合了二房三房的人马 对四房尽量一次阻击 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增产风波 起因就是何鸿辛的一次独特的行赏 2010年12月28日 何鸿辛将澳博的B类股份 转给了四太太梁安琪 由于法律规定持有赌牌的公司当中 必须有百分之十的权益是由澳门永久居民 董事总经理者持有 如此一来 意味着梁安琪成为了 所以澳博博彩专营权的持牌人 他就可以独掌赌场的大拳 不过何超瓶早早就尿道 并且埋下了破局的招数 一旦成功就很可能令到梁安琪捉蓝打水 一场空 澳博是通过澳鱼来控制的 而何鸿辛的澳鱼股份分为两个部分 除了他个人名义持有 百分之四点八三九之外 另一个就通过 一个叫做 Lansford 这样的公司 持有澳鱼百分之二十六点八一六的股份 而这个公司一共只有两股 全部由何鸿辛持有 换句话来说 Lansford 这个公司 是一个控制澳鱼的关键 这个也是破局的关键所在 而在何鸿辛住院期间 差不多在2009年11月左右 Lansford 增设了两名董事 叫做何超瓶 何超讽 何鸿辛后来曾经表示 他对这样的变动毫不知情 不过由于当时住医院 也就认可了这一种安排 这个就是一个奪权的开头 果然 就在何鸿辛要将澳鱼股份 转给梁安琪的前一日 这个叫做Lansford 的公司 就增发了 9,998股 一半就由二房旗下的公司持有 一半就由三房旗下公司持有 何鸿辛自己只剩下两股 成为了小股东 两房人几乎平分了Lansford 控制了Lansford以后 就可以控制澳鱼进而控制澳博 即使梁安琪成为了澳博的持牌人 形势就会变得非常不妙 随时会被人踢出局 2011年1月24日 澳博就发出一则公告 公告说Lansford 现在拥有的31.655 澳博股份已经分好了 二房三房各一半 何鸿辛自己只留100股的澳博普通股 这下子终于令何鸿辛坐不住 他将一干人等告上法庭 并且发布一批何鸿辛自己出镜的陆像 他指示律师要把事情搞大 令何鸿辛无法招架 言下之意 这些事全部都是何鸿辛在幕后策划的 而他将家丑外揚借指向何鸿辛施加压力 他更加使用了搶劫的字眼 在陆像当中隐隐可见梁安琪的身影 出乎意料的是什么 事情没多久 有似峰回路转 何鸿辛决定就不告他 何家四房在三房缺席的情况下 在澳门召开家庭会议 何鸿辛的律师表示 会议达成共识 愿意评分 事情似乎就这样 告一段落了 刚刚平复没多久 何鸿辛就发烂了 他说这个会议只是第三方法理协商而已 只是商量 不是谈判 更加不要达成什么协议 所以也不能够自己原则上已经同意评分 之后面对父亲不断施加的压力 何超瓶表示他愿意谈判 先后提出三个方案 很明显三个方案 都是针对四太太梁安琪 然后对掌房做出一定的补偿 说来说去 其实三个方案就换汤不换药 都是逼四房太太梁安琪交出傲博 这件事不断搞了半个月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而且何超瓶一直都不肯交出股权 赌王终于再次坐不住 2月16日 风流的赌王在太太门 度过了这个情人节之后 再一次入稳法院 今次例如真的 被告由11个变成了5个 即是何超瓶和何超讽姐妹 加上三间公司 看来在赌王的心目当中 这一次增产事件的幕后主使 一定是你何超瓶的姐妹 不过令到那些看热闹的人 跌烂眼镜是什么呢 越演越烈的争斗风波 突然平息 何鸿燊最后撤了那个诉讼桩 出院的时候发表了一则叫做联合声明 公布家族达成和解 意味着四房的争斗告一段落 事情始于傲博的公告 同样也是以傲博的公告来结束 两个月的争斗 主要是围绕在何超瓶和梁安琪之间的博弈 最终的结果 说不到谁赢谁输 短暂的平息就并意味着长久的安稳 日后围绕着赌场的利益 恐怕中了一番龙争虎斗 为此何超瓶曾经说 他说到时他 梁安琪未死 我都未死 我有没有能力 大家都看得到 大红灯笼高高寡 人多肯定口集 豪宅故事比一般的超级商业谈判 还要微妙多几分 何况一个四房十七名子女的大家庭 何鸿燊一直强调家庭以和为贵 力争一碗水端平 不过涉及到背后 庞大的赌业帝国的利益的时候 很多矛盾正在被金钱所掩盖 故事的一切 都是因为家族内部对财富分配的争夺而起 又不可能不引起更复杂的财产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何超瓶也不可以免俗 他主导着或者陷入一场场的风波当中 而结局无论如何 都注定是残酷的 多谢大家收看这期的香港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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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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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天啊